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4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64.80 收盘价是165.08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6 最低价是在161.32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5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1.235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58倍量缩 KD值开口略有增大 双线是继续下行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 MACD开口增大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 在0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投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4月21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蜻蜓线 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 那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是在出现在一个横盘的位置 那蜻蜓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K线 如果它处在相对低的位置 日后如果是高开高走呢 那股价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上 如果日后是低开低走 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呢 那股价将会继续下行 那我们会看到这根蜻蜓线啊 并没有确认前一日这根K线的止跌 那前一日这个K线是含有上下影线的K线 那只有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 收盘价站上这根K线的最高 才能确认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 所以蜻蜓线并没有确认止跌 那同时再次生成这样一个变盘的信号K线 也就是说股价的走势依然需要接下来一根K线进行确认 也就是确认这两根K线是否能够使股价止跌 那如果股价不能够日后不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 和这根K线的最高而出现反转向下 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4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或下跌 反弹我们预测收盘价会收在171 下跌我们预测收盘价会收在158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 收盘价会在165附近 那实际在4月21日收盘价是在165.08 出现了横盘向上 那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啊 继续出现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K线 如果日后高开 股价将会出现反弹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 那后续也就是对于4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如果股价上行第一个目标 我们认为依然是183这个水平线 也就是183是4月19日这根K线的最高 那么它是目前股价出现大幅下跌的一个 叫做起跌的一个起始的一个K线 因为这根K线啊 它也是变盘向上的K线 但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它并没有变盘向上 而是出现了跳空的低开 然后收在相对低的位置 所以呢 股价上行的目标 就是要站上这根变盘向上的K线的最高 嗯 所以这是我们把它设立为股价上行第一个目标的理由 那在到达183之前呢 我们说这个缺口和日后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将成为压力 也就是说要站上183啊 首先要回补这个缺口 并且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 好 这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上行的目标就是192 192是这两个K线组合 嗯 是 也是变盘K线组合 所以继续 如果站上183呢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瓦解 这个K线组合 要站上嗯 4月12日这根K线的最高 这是第二个目标 当然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2 是4月3日这根K线的最高 嗯 好 这是上行的三个目标 那我们再来看下行 那下行 第一个目标就是160 160这条水平线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明过 那160这个位置啊 是1月6日起涨的这根K线的最低 和2月16日这根K线的最高 嗯 是 这一段涨幅50%的成本线 那这根线呢 实际上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一个强支撑 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基于 继续下行 这个160依然是他的目标 好 那么160如果被跌破呢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这条水平线 嗯 138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是1月25日这根开始上涨 起涨K线的最低 那当然在到达138之前呢 这个缺口将会成为一个支撑 那如果138被跌破呢 那我们说后续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01.81 在这里我们说的是目标是101.81 对 好 这是下行的三个目标 那对于4月24日来说 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66就是这根清平线的最高 我们加一条水平线作为观察 那股价如果出现反弹 收盘价如果能够占上166呢 那我们说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 嗯 那另外一个点呢 我们要依然关注160 也就是说股价如果收盘价跌破了160呢 那股价会继续下行 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奔向138 好 那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说自3月31日以来股价出现下行之后 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3月13日这根K线的最低164 那目前的收盘价 我们会看到在4月20日的收盘价 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 出现了头 头低 低 底 低的这么一个空头趋势 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反弹在上方遇到压力之后 而出现反转向下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60 也就是这条水平线 好 当然如果我们从目前这样一个K线的趋势来说 说股价什么时候才能确认转为多头呢 我们认为要重新站上207 出现头 头高之后 才会恢复多头的趋势 好 这是我们对整个这个目前的K线的形态的一个说明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在4月21日收盘之后 我们认为在收盘价也就是165附近呢 是不可以进场强反弹或做多的 即使我们认为它大概率可能会反弹 但是呢 它呈现的成交量我们会看到是量缩 因为在前一个交易日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 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量缩 所以说呢 架涨量缩 这不是进场做多或强反弹的 也就是说不符合这个条件 好 这是多头的操作 那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 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 空头在4月24日开盘之后 从166开始 一直到上方的172 将会有空头的进场 对 那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50 是这个缺口的中线 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83 那我们说在4月20日之所以出现抱有大的成交量 那一定是有空头 在上方建仓之后 然后获利出场 而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成交量 当然同时在这个位置呢 也会也是有买盘跟进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依然出现止跌的信号K线 所以说在4月24日有可能会出现反弹 但是一旦出现反弹 那么空头一定会继续找机会进场 所以我们认为在166到172之间会有空头的再次进场 172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是在172附近 好 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66 第二个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是从169一直到上方的178 那么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呢 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好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就是160 然后接下来的支撑就是这个缺口是由146一直到154 其中中线150附近是强支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给出4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那我们预测是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股价将会出现反弹 如果是反弹 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4.5 最高上方会到达173 收盘会收在172附近 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4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 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 如果出现横盘它将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66 下方最低会到达160 收盘会收在163.5附近 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6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